西南连大刚建校时,没宿舍,没教学楼,没办公室,除了人,什么都没有,如何安置老师呢? 学校出钱租一个院子,上下楼各住几户人家。 那一年,华罗庚刚从英国留学归来,一家六口,没个落脚地儿,仗义的文一多说,不如来跟我集结。 住了进去,华罗庚愁了,文家人也不少,两家十几口人,挤在十多平米的小厢房,靠个布帘隔开,晚上打个喷嚏都能把隔壁吵醒。 后来,他在昆明城外二十里,找了个便宜住处,说是两间小厢楼,实际上就是猪圈牛圈顶上有个堆草料的棚子, 全家人吃饭睡觉都在里头,晚上一个香烟罐子上放一个油盏,摘些破棉化作灯芯,就算是灯。 有时候,楼下的牛挨着墙擦痒痒,整个棚子地动山摇,人在楼上跟喝了酒一样,站都站不直。 华罗庚自嘲道,别人说我是清高教授,都不见哪里清高了。 就在这样的环境里,华罗庚完成了第一部学术专著,堆垒素术论,为世界数学史开创了一门新学科,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。 另一项,昆明五华山上,明晃晃挂起了三个红球,意思为紧急警报。 广播里又一次想起了尖锐的长铭,伺着每个人的耳末,老百姓们一边收拾着家里的金银细软,一边催了一句,烦人,小日本又要搞空袭了。 据统计,战争期间,日军战机先后281次空袭云南,最多的一天,出动27架飞机轰炸昆明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